我 杜甫 诗人 但并不伟大 我七岁就学会了写诗 我穷尽一生 来寻求心中的答案 老师 何为天地 何为大用 去看 去走 去世间里找 在这天地之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看见了春雨 浇灌后 我看见了绿野 生灵遍布 我看见了盛世 繁华安定 我看见了大河奔流东到海 我看见了孤凤绝顶 入苍穹 一览众命山墙 但 这就是我心中的天地吗 痛饮狂歌 空渡日 飞扬跋扈 为谁雄 何为老师心中的天地 大脏腑 自当胸怀天下 奸祭民生 我欣然体悟 为生命谋福 方能称得上是大用 日君 遥世上 在始风俗唇 开万世太平 方为天地 大道 可 可是 一场硝烟弥漫 击碎了所有的追求和期盼 果不存 价何在 安德广 煞群人万千 大逼天下 盘世俊 我反复扣问 该如何追寻 天地的大道 我反复扣问 该如何实现 心中的大用 老家 往哪里去 回家 我决定回去 沿着来时的路 回归本心 回归天地之中 沉船 沉船一声 我呼而动呼 这天地之中的大道 便是这条河 与这片土 孕育的华夏 根魂与文明 两只皇帝 零碎柳 一航百路无上青天 你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你们是 风雨不动 安如山 你们还记得我的诗 读你的诗 看见一个真实的大堂 你们看见了 你让我们看见了 什么事为天地立心 为百姓立命 为万世开泰 为天地立心 那是一颗 仁爱之心 原来 此为天地 此为大用 陆满满清淑苑 回归泛尘之间 百年千年万年 人气不曾變 我的天地啊 原来就在心肩 回答了历史 也回答了时间 如此为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